我叫郭丽,是北京人,我是三菊青安毒奶粉的受害者的父亲 同时我也是因为三菊青安毒奶粉案件被判刑 五年牢狱之灾的受害者 还有人记得2008年的三菊青安事件吗? 因为无良成家的毒奶粉,国内30万儿童成了受害者 一时间,结石宝宝,大头娃娃纷纷涌现 无数家庭跪于一旦 而今天要讲的这位父亲,仅仅是想帮吃了毒奶粉的女儿维权 没想到却被判刑 那么他究竟是谁,当初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2009年7月 一个衣着整洁,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子刚下车 传线警方以及杭州警方就立即上签询问他的身份 还没等男子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就被警方抓了起来 男子名叫郭丽,他之所以被抓 还要从一年前的三菊青安事件讲起 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菊青安事件爆发 国民大品牌三路被查出来三菊青安超标后 一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担心自己的孩子身受其害 因此,很多人纷纷到医院为孩子做检查 而郭丽也不例外 自从她的女儿出生,她就立时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 因此在女儿降生之前 郭丽就开始研究市面上的奶粉行业 经过多方了解后,郭丽最终选择了自称美国研发的食人奶粉 这家奶粉经常在电视上打广告 因此郭丽觉得应该非常保险 原本以为这家奶粉的制控应该非常安全 但三菊青安事件爆发后 郭丽心里始终担心不已 于是就带着女儿前往医院 然而,诊断结果却令她无法接受 医生表示,郭丽的女儿已经患上了肾病 而导致这么小的孩子患上肾病的根源 应该就是奶粉问题 郭丽不敢耽搁 立即将奶粉送到了相关的检测单位 即使她不愿相信 但事实确实 这款由她精心挑选出来的食人奶粉 三菊青安含量不仅超标 还严重超出了国家规定的100多倍 得知这个消息后 郭丽非常愤怒 她想要找到这家奶粉厂索赔 但凡事都要讲证据 没有证据那就是诬告 当时也有人曾向这些奶粉厂索赔 但个人的力量实在微弱 并且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 奶粉厂家仅仅赔了几箱奶粉 就将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了 但郭丽并不是一般人 她从小成绩优异 考上大学后 更是凭自身努力精通两种外语 毕业后成为了同生翻译 当别人的年薪还不足10万时 她已经年薪200万了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 郭丽非常懂得如何达到这些企业的痛点 要向搜集证据就要从诗恩奶粉的源头查起 于是郭丽准备到美国去查查诗恩奶粉的底细 没想到她这一去 竟然还真的查到了不少东西 她本身年入百万的成功人士 却因为女儿吃了毒奶粉 走上了维权的道路 然而从维权到判刑 再到无罪释放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2008年郭丽动了身前往美国 然而来到美国的食品安全监测局后 却被告知压根就没有诗恩奶粉这家公司 虽然有一个名字很像的公司 但人家并不是卖奶粉的 随后郭丽又走访了食人奶粉 在美国的所谓研发基地 发现这个研发基地压根就不存在 甚至就连他们公司的注册法人 都与公司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郭丽意识到受骗了 于是立即带着证据回国 想要找媒体曝光此事 2009年面对舆论的压力 食人奶粉只能站出来道歉 承认自己并不是美国的产品 而是国内亚实利集团旗下的产品 而亚实利当时正准备上市 眼看着前途一片光明 怎么甘心被郭丽毁了 因此他们一边控制舆论 消除负面消息 一边立即约郭丽见面相谈 经过再三邀约 郭丽最终还是见到了 亚实利的高层领导 对方直接拿出了一份协议 表示可以赔偿郭丽40万 但条件是郭丽必须对此事保密 原本以为协议签订之后 这件事就彻底解决了 但此时他们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一场更大的矛盾即将爆发 协议刚刚签订不久 媒体就曝光了郭丽与食人奶粉对抗的过程 并表示郭丽还会继续维权 钱都已经花了 事情竟然还没有得到控制 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情况 亚实利当然非常不爽 觉得郭丽耍了他们 但郭丽却认为双方约定的保密 是对赔偿金额保密 并非对此事保密 因此自己完全可以向媒体曝光 亚实利被气得不行 但郭丽手中掌握着证据 他们也无可奈何 最终只能再次提出约见郭丽 商量此事的解决方案 经过谈判 亚实利表示 这次愿意一次性赔偿郭丽三百万 原本双方谈的还比较融洽 但对方已在外地为由 要求郭丽到杭州借命相谈 还要求他带上手中的证据 郭丽立即意识到不对劲 果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对方生怕惹怒了郭丽 因此只能妥协 而郭丽也没有多想 直接踏上了前往杭州的航班 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竟然是一场活门宴 到达杭州后 郭丽还没有见到亚实利的负责人 就被警方抓了起来 原来亚实利竟然以敲诈勒索为由 将郭丽告上了法庭 他们的小算盘打得叮当响 奶粉能值几个钱 就算按照假一赔十的原则 他们赔偿郭丽五十万 都已经算是多的了 之前他们已经赔偿了郭丽四十万了 而此次的三百万 他们完全可以说是郭丽敲诈 并且他们还提交了一份 经过简洁的录音文件 以及当时签订的协议 在这些所谓的证据面前 郭丽百口莫辩 事实上 他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身边 2010年 他因为敲诈勒索 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 但即使如此 郭丽也并没有放弃抗争 那么他究竟能否维权成功呢 他本是年薪百万的成功人士 却因为毒奶粉事件 走上维权道路 不曾想却反被对方诬告为敲诈勒索 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 还无辜背上了牢狱之灾 那么他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了呢 2010年1月 雅士利集团以郭丽的行为 严重危害了他们的企业形象为由 将郭丽告上了法院 郭丽自然不肯认罪 于是提起了上诉 但在二审中却被驳回维持原判 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妥协 甚至就连他的家长朋友 都纷纷劝他低头 但郭丽却始终不愿放弃 因为他明明想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 结果却一点一点的 亲手将毒奶粉围尽了女儿嘴里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因此即使遭到了如此待遇 他依旧咬紧牙关 死活不肯认罪 监狱的环境与外界不同 郭丽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状况 等他刑满释放时 一条腿还落下了残疾 他的家人不理解他的行为 妻子也与他离婚 带着女儿另嫁他人 郭丽虽然心痛 但依旧没有放弃此事 他辗转多地 来回上访了无数次 最终在2017年等到了光明 经过法院审判批准 最终判处他无罪 郭丽迎来了久违的光明 但这么多年的努力 只是证明了自己无罪 他出狱后 很多人问他值得吗 明明是受害者 却遭到了多年牢狱之灾 而反观出世的三路前董事长 虽然被判了无期徒刑 但却因为表现良好而不断减刑 甚至从无期 减到了15年有期徒刑 更令人心痛的是 这个消息却没有激起任何浪花 甚至已经被人们淡忘 郭丽并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 而是在2018年7月底 发表声明表示会追责到底 他向雅实利提出了3000万的赔偿 这并不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而是依旧想为女儿讨公道 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讨公道 但雅实利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雅实利 早已被其他企业收购 当时参与过此事的高层 要有几个人还能找到呢 反观郭丽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现在不仅淒厉子散 还与社会脱节 甚至就连手机电脑都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但即使如此 郭丽还是在为当年的事件努力发生 他将自己的历程写成了一本书 也许这件事会随着时间被淡忘 也许没人了解他的良苦用心 但勇敢发生的人不应该被忘记 更不应该被嘲笑 好在现在 法律经过一个个令人沉痛的案件后 变得越来越完善 相信我们的将来必定会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